秀林鄉一名29歲的餘姓男子 11月27號晚間打完列騎車下山途中 疑似因為路面顛簸導致放在腳踏板的列槍走火 直接射中了餘男的下巴 而雖然同行友人以及弟弟隨即報案並實施CPR 但餘男在經過送醫搶救後仍然宣告不治 畫面中一名男子倒握在地上 救護人員不斷地在他身上施壓搶救 就見這四周全都是草叢 你剛剛有沒有開槍 員警不斷詢問是否有開槍 原來27號深夜一名餘姓男子和友人及弟弟三個人 騎著車一同前往花蓮 秀林鄉一處產業道路打獵 好不容易獵到了一頭山槍 準備下山的時候 餘姓男子便將獵槍槍托朝下 立放在機車的腳踏板上 用雙腳夾住固定獵槍以便攜帶回去 但途中疑似是因為道路顛簸 導致槍之走火 餘姓男子下巴當場被射中 我們到現場時已經有 民眾在幫患者做CPR 那我們後續做接手的動作 經過夜搶救男子仍然不幸宣告不治 然而當時員警到了現場 卻只發現被裂的山槍不見裂槍 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們帶上山的三隻裂槍 並未申請登記 因為一時害怕才將裂槍藏在了道路旁的草叢 原住民持有這隻裂槍 務必依照槍炮單要 包卸管制條例第20條規定 向各縣市警察局申請許可 如果未經許可 而持有這隻裂槍的話 將處罰新臺幣2000元以上 2萬元以上的罰還 沒有登記就持裂槍打裂真的非常危險 這下不僅被罰錢還因此丟了性命